最近新发现一种简便,经济又有效的清除方法,发给大家,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试 准备,清肠前一天要吃清淡一点,不要大鱼大肉,不吃不易消化的纤维,心情愉悦 准备好一壶开水,大概有6瓶矿泉水的量,放入两勺盐,汤勺平平的为一勺,搅拌均匀 10点左右睡觉,上好闹钟,定在5点5时,保证第二天早上能起得来 过程,早上5点5时起床,喝一杯温开水,活动一下,另外烧一壶开水用来兑盐水 记得衣服穿宽松,冬季要注意保暖 准备旧猪,在凌晨6点,身体排毒的最佳时间开始喝第一杯盐水,用昨晚准备好的盐水 对早上烧开的白水,600ml,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的量,温热,盐味和稍微咸一点的菜汤差不多 因此,喝水应该讲究技巧,如果小口小口的喝水,水流速度慢,水很容易在胃里被吸收,产生小便 所以最好是大口大口的喝,即喝满口,吞咽动作快一些,这样,水能够尽快的到达结肠,同时刺激肠蠕动 说明,这种浓度不需要很精确,但是一定要保证有盐味 因为有一定的浓度,肠道会当作血在流动,不会吸收喝下去的水,所以盐水才有足够的分量冲洗肠道,最后由大肠排出 为了加速水的流动,防止它在胃里堆积,这时候一定要加上运动 最有效的是瑜伽三式,每式十次 第一式,向上拉伸,双手手指交叉相握,掌心向上,垫起脚尖,全身尽力往上拉伸 瑜伽式的腹式呼吸十次,即吸气时肚子外骨,呼气时收腹,这样腹肌也能很好的参与运动 第二式,双手手指还是交叉相握,掌心向上,深吸一口气 然后一边呼气一边尽力往左伸展,直到气呼完,再吸气回来手向上,算一次 再一边呼气一边尽力往右伸展 第三式,双手平举,手心相对,深吸一口气,左手弯曲向紧 然后一边呼气一边把右臂尽力往右伸展,眼睛平视右手肩 直到气呼完,再吸气回来右手弯曲向紧,左手打开,然后一边呼气一边把左臂尽力往左伸展,眼睛平视左手肩 三式做完可以继续喝下一杯 小边试着做了几次,第一次是喝第二杯水开始排素变,只喝到十二杯水开排出轻变,很轻很透明 第二次是从第四杯开始排变,喝完十杯,第三次只喝了八杯就轻了 所以说轻得越多,素变越少,你的肠胃越健康 注意事项,清肠不需要太勤,最理想的时间是半个月一次,如果能够隔两三个月就轻一次的话,也比不清肠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